HELLO 大家好 大家覺得我這件背心有點熟口熟臉嗎? 它就是我上次淘寶開箱的其中一件露背背心 因為上次那條淘寶片 非常多女生問我到底我穿這類的衣服是穿什麼bra 我發現很多女生都有同樣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平時我穿這類型的衣服是穿什麼bra的呢? 那我就馬上介紹一下 我今天想說的就是有三款bra 第一樣就是這種bra top 它不是真的bra來的,裡面只是一個pack 但是後面是一條繩子 我還有黑白兩個顏色 這是我在旺角買的 但其實我看到的圖片也非常多 所以大家可以隨便上去看看 後面有很多不同的繩子 是做出不同的圖案 這一種我覺得是有好有壞的 它的好處是很舒服 因為它不是鋼繩的那些 你穿上去就好像不是穿著bra 那種鋼繩的感覺 就會舒服的 但是問題是因為它沒有鋼繩 所以你穿上去就不會太托 整件事 所以我就不建議 穿這類型的bra top 是穿一些緊身的衣服 因為如果你穿緊身的衣服 穿這一種 你就不會看的了 你就會好像... 總之沒有那麼托 就沒有那麼漂亮 對不對? 所以我通常 什麼時候會穿這類的bra top 就是穿這些背心 這一種背心 是後面背脊 是這樣打開的 那這些就因為鬆一點 所以穿了這個也沒有什麼影響 不太覺得的 胸夠不夠挺 如果你喜歡沒有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穿到bra 但是如果你覺得這樣配繩 也挺好看的話 你就可以穿這一種 對 另外還有一樣 我都會穿這一類bra 就是... 其實都是一些路背的東西為主 這些就是秋天這樣穿的 秋天這些都是後面大大的 我通常會配這些來穿 對 或者有時候我懶不想穿的 下街我就會穿這個 那就覺得舒服一點 然後再穿一件鬆身的T-shirt 或者背心 第二樣呢 就是... Nubra Nubra都不用介紹什麼 因為我也是在旺角買一些cheap-cheap的東西 我不是買牌子的 所以其實我是不知道哪些好用 我是用到那麼久 爛了我就會再換 其實Nubra我真的很少穿的 因為... 大家都知道其實不是太舒服的Nubra 尤其是夏天 出汗的時候是會很不舒服的 所以其實我是有的鼻子 就不會穿Nubra 是有些衣服可能真的沒得選 就像我上次淘寶那條 最後的裙子 它是露背款 你就沒辦法 後面再有些東西 就不好看 所以呢 那些情況才被迫穿Nubra 但我相信你正常 一個人去街 或者什麼 你都不需要經常穿那一類型的衣服 所以就... 都不會經常穿的了 好了,那第三款呢 其實就是我最想介紹給大家的 那就是這隻Pietjohn的帽子 的bra 那我就好自己有三種顏色 我現在穿黑色 白色和灰色的 那我覺得它非常非常之好用 因為呢 雖然它沒有帽子 它也...其實是沒有膠邊的 這些位置沒有膠邊 可以捉住你的肌肉 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會脫的 真的... 就是我出去一整天 我都不會怎麼擔心它 會好像滑了下來 還是怎樣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非常之好 這些黑白色呢 它是有些雷屎的 就算你凸了一點出來 都是漂亮的 而且它穿完呢 效果都是挺的 好像真的你穿了一個bra 那樣子 所以我覺得出來的樣子 是非常之好的 那通常我什麼時候穿呢 就是例如這一種 這一種的露背背心 那你又... 因為這隻緊身 你又不可以穿 這些後面有繩子 那種 如果不然呢 這個位置就會踏了一點 就不太漂亮了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後面其實呢 它會露了一點點 這個位置出來 因為它那個條帶也有的 它不是好像那些bra 那樣後面也沒有東西的 但是呢 其實這個位置也很低的 那所以呢 你要穿到我這種 那麼低露背的衣服 才會看到一點點 那另外呢 除了穿這一種的背心之外 就是穿一字薄 現在很流行的 每個人都穿一字薄了 基本上 例如這些一字薄 其實... 某些一字薄 你可以有條bra打也沒問題的 但是我覺得就沒有會漂亮一點 那所以一字薄的衣服 這一種 這一種 這樣... 只有一個舊仔那些 那些呢 其實我也是穿這一種的 那因為真的呢 它不跌得來又挺 其實就已經中了我們想要的東西了 所以呢 我覺得非常好穿 啊... 還有... 最後一款衣服呢 我也是會穿這一種的 就是這些 入肩衣服 入肩衣服呢 有時候呢 如果你穿bra帶 是有機會呢 那條bra帶會在那邊的 這樣帶出來的 那就會很噁心 那所以呢 穿這些入肩衣服的時候 我也是會穿這一種bra的 對啦 那我就非常推薦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去pitch妝看看 或者你有什麼 可能覺得其他品牌都試過好好的話 你都可以告訴我 那我也可能會試一下 好啦 今天的介紹就是這麼多了 那希望對你有幫助啦 希望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 到底穿一字衣服的時候 可以穿什麼bra的話 就可以參考一下我這些推介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